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部来自俄罗斯的冷门科幻片《泰》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地球人已经开启了星际殖民 很多难民和冒险家散落在宇宙大大小小的行星中 其中就包括故事的发生地,泰星 泰星的生存环境很恶劣,但是人类还是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由一个AI总统掌控 在泰星上存在一项法令,服从AI管理的人就会被列为好的公民 不服从的人则会被流放 我们的男女主角就是下一批要被流放的人 一同被流放的还有人狠话不多的带头大哥北极狼和一群龙套 流放之前城市管理者给了他们能够维持短暂生存的物资 由于北极狼有过流放经验 大家决定跟着这位带头大哥前往传说中的幸福岛 但是男主角欧文却决定单干 女主角安娜看着欧文面扇决定和欧文一起 出发之前欧文提议用他和安娜的物资换来空的铁箱子 接着两人便拖着沉重的铁箱上路了 还没走出多久,欧文就遭到来自城市的枪击 他和安娜匍匐前进 总算到达了武器射击不到的磁力区域 另一边,从AI和手下将军的谈话中 我们知道,正是AI希望能暗中除掉欧文 欧文身上似乎藏着什么秘密 很快,欧文和安娜就来到了充满危险的沼泽地带 安娜正在洗澡的时候 身旁却窜出来一条火蛇 这是一种长得像蛇还能放电的机械生物 紧急关头欧文用衣服抓住火蛇 然后安娜将火蛇给斩断了 欧文将断掉的火蛇捡起来做成了一条闪电边 就在两人整修的关头 北极狼和手下的龙套赶了过来 他出而反而想要收回铁箱 欧文用闪电边吓退了这群人 两人继续前行 走了没多久 欧文再次发现从地下窜出来的火蛇 两人就地卧倒 另一边的北极狼和龙套们也被火蛇盯上 北极狼不愧是惊艳老道 他指挥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年轻小伙却被吓得奔跑逃命 最后被火蛇抓去领了河发 得到食物的火蛇暂时安分下来 大家继续赶路 另一边城市里总统又给手下下到了新的命令 他让士兵停止追杀欧文 还让他去沼泽地把欧文安全的带回城市 之前还要杀掉欧文 现在却要救他 这个AI总统是出了什么故障吗 与此同时 欧文和安娜这边又遇到了新的危机 沼泽地里一大群潮水般的机械虫 蜂拥而至 这时候欧文心前换来的铁箱 终于派上了用场 他和安娜躲进铁箱中 避过了虫巢 欧文对于沼泽地的熟悉 引起了安娜的好奇 于是他追问起欧文的身份 欧文这才说出了真相 总统顾问也就是AI系统的总工程师 他在工作中发现了AI的不足之处 想将其公之于众 于是AI便想要除掉这个不听话的顾问 但是又不想弄得众人皆知 这才有了欧文的流放 但是让AI没想到的是 欧文被流放前偷偷在AI系统里植入了病毒 而他是唯一能解除病毒的人 正是因为AI发现了系统里的病毒 才命令士兵把欧文给活捉回去 在赶路途中 欧文和安娜又一次遇上了北极狼 北极狼手下的龙套门 已经在沼泽地死伤大半 欧文向北极狼告知了他的身份 建议他拿自己和AI做交易换取自由 于是北极狼便带着欧文 一起去到了沼泽地中的避难所 这时士兵也从城里赶了过来 他杀掉北极狼 还劫持了安娜 为了救下安娜 欧文决定同士兵回去 没想到被强击的北极狼没有死透 从后面干掉了士兵 最后只剩下欧文安娜和眼镜叔活了下来 三人乘坐辅导继续前往幸福岛 眼镜叔因为身负重伤 主动掉进了海里 很快就被食人鱼给吃掉 这时军方的战机再一次赶了过来 眼看两人就要去领盒饭 战机却突然掉进了水里 这说明欧文留在AI系统里的病毒起作用了 就在两人拥抱庆祝的时候 却发现他们飘到了一个大瀑布旁边 两人用福岛把自己裹了起来 最后终于飘到了幸福岛 欧文用密码打开了岛上的地堡 和安娜乘坐飞船 离开了太星 影片最后是一个很讽刺的结尾 散落在宇宙的自由联邦解放了太星 AI系统被摧毁 但是十年后 一个更加残酷的AI系统 却在太星上被重新建立起来 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 狗改不了吃屎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别忘了给星星点赞关注评论哦 给星星点赞关注评论哦 不错 不错